随着全球疫情的不断发展 严防疫情境外输入成为重中之重 面对挑战 上海各社区也是动足脑筋 想尽办法 十八般武艺进出登场 严守防疫闭环最后一米 3月27日 记者来到位于上海普陀区 石川路街道的品尊国际社区 实际探访居家隔离如何落实到位 品尊国际居民区党总书记沈奎向记者介绍说 该社区一共有近1500户 在疫情高峰时期 居家隔离户数一度超过200户 虽然解除隔离的人员陆续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但社区防疫的工作丝毫没有放松 因为又有余十户来自境外的人士回到了社区 我们居委会也是承担着 这些居民的居家隔离的监督和服务工作 我们服务工作的话 首先是通知联系我们的境外人员 其实这个联系是指境外人员在回户之前 就进行一个信息的一个沟通 我们的条件干部的话会预先去揭押对方的微信 去宣传我们最近的一个政策 以及回来后应知的一些告知 在回来之前的话就建立起彼此一个信任 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帮助回来以后的工作效率 在品尊国际社区大门口 记者注意到有一张居家隔离人员布房图 图上详细绘制出该社区的布局 并对居家隔离户的门牌号进行了分类标注 蓝色圆点代表的是湖北来户人员 红色圆点代表境外来户人员 绿色圆点代表解除隔离人员 这张的话是我们小区的一个公式图 这张是给居民知晓 小区内究竟会有多少隔离户 以及是在什么位置 可以做到大家一起来监督 有效的就去避免隔离户散自出门的现象发生 也让我们的居民心中也是比较知晓 避免恐慌 从英国回户的姚女士的家便是这红色圆点之一 记者跟随沈葵的脚步来到姚女士的家门口 正巧姚女士的外卖送到 采用非接触式的方式 姚女士拿到了自己的外卖 她表示现在生活一切都很正常 对社区采取的相关居家隔离措施也表示了赞同 我们是21号回上海去从英国 因为我们是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 所以在机场里面有集中的计算点 通过那边防疫部门是直接送到我们社区 由社区的专门的工作人员 然后把我们送到了家里边 当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居家隔离 那么也安装了门词 其实还是挺便捷的 因为我们吃喝的话一般是通过在网上购买 因为我的一个特殊的工作状况 我现在觉得在居家办公也是不是受很大的影响 沈奎说针对境外返户人员 在隔离的当天 社区工作人员就会通知街道来安装上门词 一旦门被打开 居委会街道以及警方都会在第一时间 接到短信提醒并及时了解情况 针对我们小区的外籍返户人员 那么我们也会在他隔离了当天通知街道来给他安装上门词 那么一天的话我们给隔离者的话是两次开门的时间 一次是用于他三餐的一个购买材料 另外一次的话是生活垃圾的一个运送 在我们沟通下来的话 很多的外来隔离者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方法 这样一来的话 对小区的其他居民的安全也会有极大的一个保障 沈奎表示 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还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 社区的物业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此社区党总职还为保安保洁等一线工作人员发起了募捐 以此作为感谢和激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